嗨!我是姐夫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做當歸人生雞 這邊有一碗糯米 我們先泡它泡水 然後把它蒸半熟 這邊有一隻土雞 姐夫已經看過了 也洗乾淨了 不過姐夫還是要提醒 裡面靠近大腿骨的地方 我們要先把它洗乾淨 那麼到時候 它會有一些雜質 這蒸半熟的糯米 我們再加一點炒果 放一些枸杞在裡面 我稍微調味一下 撒一點海鹽 讓它有一點味道 來摸點胡椒 淋一點香油 然後攪拌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填到雞肚子裡 好嘍 待會我們就煮一鍋熱水 把當歸生雞 換一下一頓 我們這鍋水煮開了 接下來我們把雞肉 小心就放下去 我們再加一點炒果 我們再加一點炒果 這次栗子 放下去煮 換一隻的粉光生 人神鬚 紅棗 片當歸 這些是我們剛才沒有填完餡的糯米 我們把它放下魚子 待會我們就把它蓋起來 好 煮開之後我們關小火 讓它慢燉四十分鐘到四十五分鐘 好囉 姐夫的當歸生雞湯完成囉 來補一下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姐夫 要記得訂閱姐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姐夫按讚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姐夫的更新喔 姐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